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八卦长得很简单 就是这些洋谣和阴谣 随便三个去任意组合 不过看是简单 放在一起让你来认 就很容易认错了 因为它长得有点相似 而且好像这里边说它没变化又有变化 说它变化很大也不会 那下面我们来提供一个方法 让同学们达到一个水平 那就是这辈子要认错八卦会很难 怎么做呢 我们用两个元素 一个洋谣一个阴谣来做一个游戏 那就是每次从这两个元素中 任意的挑三个来安装 你可以重复挑选 就说你挑一次洋谣还可以继续挑它 可以重复挑选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八卦了 就算你想组出其他的卦 那也是没有办法 不信我们就开始来试一下 我想首先大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 重复的挑三个一样的洋谣吧 那么 一 二 三 四 这样就有了第一个纯洋的八卦 这个卦 特别有干洋之气 在家里就是爸爸了 同样的道理 你会挑选三个阴谣 这样就有了第二个卦 一个充满了阴柔之气的卦象 在家里应该就是妈妈了 那么有了爸爸和妈妈 正常就应该有宝宝了 小宝宝身上会带着爸爸妈妈各自的基因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演示一下这个结合 我们知道孩子的结合是随机的 爸爸妈妈谁都决定不了 不过 有时候是爸爸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有时候却是妈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假如 妈妈提供了自己的基因 妈妈是阴谣 所以提供她自己的基因就是阴谣 这时候如果爸爸提供的基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爸爸是阳谣 关键性的作用 这个阳谣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这样子就出来了一个新的卦 它代表了一个新生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呢 我们发现这里有两个阴谣 一个是阳谣 很明显 这个阳谣是单独的 唯一的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显示出了它的特点 这是个阳谣 它的特点 它的本质就是阳的 所以它就代表了男孩子 同学们要注意啊 世间万物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不同的就是特征 特征往往就是本质 这里单独的阳谣 就是它的本质 由此一来 这个家庭有了第一个男孩子 我们会把它叫做长男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卦 还是妈妈提供了自己的基因 还是爸爸的基因 养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过这次的位置不在下面了 而是到了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样就有了一个新的孩子 这个卦长藤这个样子 在中间 这个叫长男 这个在中间的就可以叫中男了 最后的情况 我想同学们肯定可以猜出来 那就是这个阳谣会摆放在最上面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少男卦 那为什么是这个顺序 因为万物都是从下往上面伸张 所以我们八卦里面的这些卦 就是从下往上面算 这第一遥 也可以叫做初遥 这是二遥 这是三遥 所以最下面反而为大 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从上面往下面来梳洗 但是八卦的谣是从下往上面去算起的 所以这个是长男 这是中男 这是少男 我想你现在应该可以顺着这个道理来判断一下 接下来的三个卦会是如何的 这次的情况是妈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那个唯一的不同的谣就成了阴谣了 因此首先是爸爸提供了两个阳谣 之后这个关键性的谣是妈妈提供的 结果就出来一个新的孩子 因为单独的是阴谣 而且位置在下面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个女孩 而且排名第一 所以应该叫长女 好 现在要来考考大家了 我们用一 一代表阳谣 用零代表阴谣 请同学们来想想 接下去的这个中女的这个卦 最下面这个是阳谣还是阴谣呢 请在你的心里确定你的答案 想一想到底是一还是零 好了 答案是一 你对了吗 之后中间应该是一还是零呢 应该是阴谣了 所以答案是零了 最上面肯定就是阳谣了 这样就有了第二个女孩子 现在家里还缺最后一个女孩子 同学们 现在请直接把三个谣的数字 想出来 按照从下往上面的顺序 想一想 数字是什么呢 有答案了吧 最后的答案 当然应该是 110 不是打电话报警 是家里出来了一个少女 现在可以看到了 八个瓜都齐全了 是不是很容易啊 不过还没有完 他们的名字可不是叫爸爸 展男 不是这样的 他们都有自己专业的名称 这里我们是因为看风水 经常涉及到家人 所以在这里先借用家里的人物 来帮助我们集 这些瓜真正的名称分别是 爸爸是前瓜 展男是正瓜 中男是看瓜 少男是耿瓜 妈妈是坤瓜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 乾坤 你看 就是从这两个瓜 去繁衍后代 展女是逊瓜 中女是离瓜 少女是 对管 我们这里的要求和建议是 首先 记住 画法 之后先从人物记纸 真正的名称 日子久了 你就会慢慢记住的 最后 我提醒大家注意 你还可以在我们课程软件的文字内容里 得到其他很多家庭成员对应挂项的详细分析 例如 家里有四个兄弟 那么中男是谁 酸胖胎 怎么酸呢 等等 实践中有趣的情况 另外 你还需要认真完成我们物质的作业 只有完成作业并点击上交 才可以通过审核 继续你的风水学习 请尽快完成学习任务 我在前面 等着你